401特殊造型实体 我们看一下图形 这个是等角式图 这个是右侧 这个是前式 然后 这个是 上式图 那我们这边先画下面这个六边形 然后这边我们用特征 深藏填料选择 前基准面 好然后六边形 六边形他告诉我们边是30 来这边画一个六边形 来这边要水平约数 然后呢边长这里是30 好确定 好然后呢我们这边往后好了 来 这边的长度 告诉我们是200 好 确定 好完成之后呢 来这里我们来画这个部分 来那这里呢 一样我们用深藏填料 选择上基准面 上基准面 然后呢 这边 高度是60 然后这边是 距离20 80 然后跟这个一样宽 所以这边 我们用两点矩形 来从这里 画到 这里 好 然后这边的距离 来看这里 这里到这里是 20 这一个距离是80 好确定 好然后往上 是60 好确定 好OK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来画 这一个 这一个 好 那他这边告诉我们 这里到 这边 是150 150 150 所以这里呢 我们从最下面 从最下面这个部分 画起 好来 然后 然后 这边我们选择 深藏 填料 然后选 这一个面 好 那这边我们再把它翻转一次 来 好 然后呢 这里 这里来讲的话 这边 我们先画一条 建构线 从这里 从这个点 画到这个点 好 然后呢 再一条 建构线 从这一条 这一个点 画到 这一个点 好 然后呢 这边 这里我们再画一条 中线 从这一个的中点 或是从这里也可以 然后从这里画下来 那这边要转成 进购线 来 那我们这一个 这一个的部分呢 这四个点 这两个点要在这两条线上 这两个点要在 这一条线上 然后刚好在终点 所以这边 用 四边形 然后选择内切眼 这样就好了 然后中 新点在这里 然后这里 好 好 然后第1个 这一个要跟这一个是 重合共点 然后 这一个点要跟 这一条线 重合共点 好 然后 这一个跟 这一个要在 水平线上 好OK 完成之后 来 这边 啊这边要 多高呢 啊这边要反过来 啊 反过来 来这里 我们该讲过了啊 这里是 150 所以这边下 150 好确定 好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要建立一个平面 好 然后呢 这一个面 是平行于前基准面 然后通过这一条线 跟这一条线 这个是 平行 跟前基准面平行通过这一条线 好来 然后这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用深藏填料 选这一个 好 那这里呢 呃 一样 画一个 四边形 中心点在这里 水平 然后 这一个点 跟 这一个边 重合共点 好 然后呢 呃 这一个点 跟 这一个点 来 这一个跟 这一个 水平 好 确定 然后这个距离是多少 100 往后 100 好 确定 好 完成之后呢 来这边的 SY呢 是 在后面这里 来我们先把这个平面 隐藏起来 好来 这里 草兔 选这个面 然后给水平 给垂直 好 确定 然后呢 这边我们给 坐标 系统 00点在这里 S Y 然后 Z轴要朝内 所以 Y轴反转 就好了 来 那这样 Z轴朝内就完成 来那我们来看一下题目的部分 好 第一个 表面积为何 来 评估的物质特性 表面积是 75 745.4594 好 第二个 Z轴 105.1672 好 然后第3个 尺寸改变 来我们来看一下图 好 尺寸改变 第1个 这1个 呃 填料 这1个 是 好 这边 30 H1 改成 50 好 确定 然后呢 那这边的长度 H2 200 改成 250 好 完成之后 来接下来是 这一个部分 正式 好 来 编辑 好来 这边 H3 改成 30 来 H4 改成 100 好确定 然后呢 高度 V1 改成 100 这边 这边 高度这个高度呢 这里啊 原本60 改成100 V1 好确定 好 然后呢 接下来 这一个 这一个的高度 这边没有变 这高度 V2 V2改250 生长填料 这边 150 原本150 改250 OK 好 然后 接下来 这边没有 然后 H5 这个菱形没有 H5 H5改150 这边 H5 好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题目 来 题目呢 问我们改变之后体积为何 来 体积是 3130 328.1846 好 然后呢 Z轴 128.0385 OK 然后呢 下一题 好 好问我们AV2点的距离 A在这里 V在这里 好来测量 A点在这里 好然后 V点在这里 答案是 378.8469 OK 好那这边呢 就是 401 体的部分 有点 非常 费 前面 感谢观看